CRC Open的特色就是 我們是來者不拒的 我也見證了很多球星的誕生 一個使命感 本地三大網球比賽之一的CRC Open 每年吸引超過一千個職業 和業餘球首參加 要令賽事順利舉行 有賴各個單位以專業和認真的態度 去安排各項比賽 其實我們十幾年前 只有一千場賽事左右 當時四個星期就會打完所有賽事 直到去年賽期都要延長五個星期 因為賽場數已經變成一千五百多場 今年因為我們增加了新的項目 我們也將賽期增加到六個星期 所以方便我們安排增加賽事 比賽規模越來越大 由籌備去到執行 以至到現場運作 都需要一班幕後工作人員 盡心盡力地協助 才可以令賽事順利完成 我是一九九年入職的 做了二十八年 我記得是二千零二年 那一年在決賽州那時候 就不停地下雨 大部份的賽事都在室內進行 每晚都打得很厲害 半夜參加 打到超過十二點 或者一兩點 做一個這麼大型的比賽 F3要面對的 無論是球員 甚至乎可能球員的家長 或是教練 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會問或是發生的 這個都是做這麼大型 比賽的賽平獎 都一定有壓力的 但是都要靠自己的經驗 去克服 但是我覺得每一年 有一個這麼盛大的事 所以我一路在 Parlament Desk那裡 一路參與裡面 一些工作 都超過二十五年 在Parlament Desk 都有一個使命感 很想做一些事情 參與其中 在CLC Open裡面 我都見證了很多球星的誕生 例如九十年代 有傅欣寧 到二千年 有汪詠麟 葉晴 最近有梁君彤 都是CLC土生道長的球星 近幾年都見到多了日本人 韓國人 台灣 還有我們國內的好手 都包括歐洲那邊 有意大利 有法國 甚至乎希臘 證明了CLC Open 在國際的認受性 越來越高 CLC Open首場比賽 將於十月二十日上午九點舉行 公眾人士可以免費入場觀賽 請瀏覽 www.crcopen.com 查閱比賽詳情